新竹市長高鴻安擔任立委期間涉及乍領助理費 資策會也指控他任職的期間涉及專利背信 北建在4月29號闖喚了高鴻安 對此高鴻安在面對媒體詢問時則表示 他沒有涉及任何貪污不法 會全力配合調查 希望能還他清白 很謝謝大家的關心 不過這個應該就是一個 我們在比如說北檢在調查當中的一個程序 那但是當然也必須要 我在這邊再次重申 我絕對沒有涉及任何貪污不法 那也同時要跟大家說 其實近期確實有許多外界對於檢查系統 是不是有被政治力介入指導的這樣的傳言 其實真的是傳言非常的多 那我想在這邊 我也是必須要講公道自在人心 那我就不在這邊多做評論 不過昨天確實 就是也是資策會的第一次開庭 所以我自己也是第一次才看到 資策會提告的內容 真的是讓我覺得實在是太扯了 而且非常的瞠目結舌 但是因為其實在偵查階段 我也不好就是跟外界來做報告 但是我想這個案件告一段落的時候 我也會來跟大家說明這整個過程 那希望說這邊都是權力配合調查 那也希望說我們的檢調司法 等持著法律人的封骨還有客觀的事實證據 那盡快的偵查完 遭傳喚說明的隔天 高宏安照表定行程出席了 顏平郡王鄭成功赴臺362周年紀念慶典 現場也遇到不少的里長以及支持者大聲呼喊 市長加油更為他加油打氣 記者簡舒淇 新竹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